可以往後面 在這個場地 學生在老師一對一指導下 進行日常的深蹲訓練 這裡是台南大成國中 舉重隊的練習場地 校內的體育館 更是去年全運會 舉重競賽的比賽場地 明年全中運也將在台南登場 但場地商界卻傳出有變卦 為什麼我們這次的舉重 然後從大成國中移到後甲 我們去年大成這邊花了多少錢 大成花了可能300多萬 對 那我們現在後甲 要再花多少錢 可能200萬吧 台南市議員李宗霖 在議會質詢時直接點出 去年全運會舉重 辦在大成國中花費300多萬元 為何明年的全中運 卻還要花200萬 改到後甲國中舉辦 全運會辦理的期間 就是有選手教練 包括裁判 還有現場的觀眾 有抱怨說 我們冷氣不夠冷 那也坦白講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現場的一個狀況 我們原本基本的設備 所以就是只有三方的電風扇而已 實際來到大成國中體育館 屋頂裝了好幾排的電風扇 場館本就沒有冷氣設備 去年舉辦全運會 體育局租用移動式冷氣設備 想改善 但仍有選手反應不夠冷 因此才決定更換比賽場地 有評估大成國中比賽場地 相較於後甲國中 還要需要面對沒有冷氣設備 電力系統需要改善 還有教練被借調到國訓中心 我們花兩百多萬來幫學校這邊來整間 那個衛衣的設備 舉辦完以後 這些衛衣設備本來就學校 學生在上課過程中都可以使用 希望說局處之後再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 可以積極的來處理 不要說有這種場館置換的情形 舉重競賽場地更換 每一筆花費都牽涉到人民的納稅前 儘管局處間協調過程有不同考量 教育局也承諾會和學校努力辦好 明年的全中運 讓選手無後顧之憂安心比賽 民視新聞 鄰居民劉宇淳 台南報導 要到